烟台究竟是一个二线城市还是一个三线城市 大家在这个城市里面走一走看一看 这边是它的市中心 有的网友说这个烟台就是一个三线城市 也有网友说烟台已经这个成为二线城市了 说实话看这个数据的话 感觉确实是这个二线城市 它2002年的GDP达到了9500多亿 这个人口又挺多 达到了这个700万出头了 还有那一个 土地叶介绍区的面积也挺大 有这个400多平方公里 就是光看这些数据 感觉就是一个二线城市 一个入二线城市的这个数据水平 但是到了它这边这个城市里面 哇你又难以相信啊 把它这个归到这个二线城市里面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像我们去过的二线城市 已经有很多了 二线级新一线的 那一个几乎啊 大部分的二线级以上的城市 大家看这个路上有什么不同的 大家看见没 能不能感受得出来 它这边没有骑共享单车的 发现没 没有共享单车啊 这个城市没有共享单车 它有什么呢 它有共享电瓶车 但是啊 一般像二线级以上的城市 它都是有共享单车的 而且骑共享单车的人 比骑共享电瓶车的要多 但是像我们去的这个 二线级以下的 三四线的城市里面 一般都是没有共享单车的 用这个共享电瓶车的会比较多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然后来到烟台这边 它这边就跟 山东同样的这个城市啊 你像我山东 我去了这个 支部 济南和青岛 济南和青岛 大家应该也都有去过的 它们那边都是这个 共享单车比较多的 济南和青岛都有共享单车 然后那一个自博是没有的 因为自博是一个三线城市嘛 你就观看这一点 这一个烟台的这一点 是跟自博是一个级别的 然后你再看这一个 促行方式 就像那一个 济南也是二线嘛 然后后青岛应该是新一线啊 济南和青岛都是有 地铁的 济南市中心没有 但是它这个稍微便宜一点的 城区那里 济南那边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济南是这个 全城啊 地底下有很多全城 它不好在市中心那里建地铁 建的话把那个全城破坏了 济南就完了 它就是靠着暴数拳啊 大明湖啊 出名的 比这个一打 地下全城打坏了 济南整个城市就废了 所以它市中心估计很难通地铁 通轻轨还可以啊 我感觉 但是这个 烟台这边啊 它竟然已经没有地铁啊 现在 一条都没有 烟台应该没有 地下没有什么 要保护的东西吧 这个转地铁应该没有那么困难吧 毕竟烟台应该看地形啊 地貌啊 应该跟青岛比较类似啊 那青岛都已经修了这个 五六条路啊 至少 它这边一条都没有 这个也是让人感觉难以置信啊 不仅没地铁庆轨也没有 不仅庆轨也没有啊 它BRT也没有啊 BRT啊 就是有了这个 三线城市啊 它都有这个BRT 见不起轻轻轨地铁嘛 它有BRT 就是快速公交系统 它这边快速公交系统也没有 你看路上 在这边出行靠什么呢 就靠公交啊 外地游客过来 你一样就是打地 要么就靠公交 就两质量的方式 或者你骑一些 电瓶 那也跑不了多远 所以主要还是靠公交和网游 但是它整个这个城市 很狭长啊 你跑网游车的话 过去会很很耗钱啊 就是你跑得比较远的话 比如说从这里去羊马岛那里 那里得花多少钱 所以还是主要就是靠公交 整个这一个图形的方式啊 还是这边的这个街景市场拍到 大家看一下 大家感觉这个模样是向二线城市 好像 这一个三线城市 虽然它的这个 各种数据看着比较厉害 就像你买手机一样的 可能是买这个五千元的手机 但实际上的体验 使用感受的话 就是一千块 但这个手机你要再往外面当那所的卖 它可能可以 还是可以卖个三四千 但是它的实际体验 体验感觉就跟一千的差不多 所以我在这边 觉得目前来说 电台这边还是一个三线城市 等它哪天把这个地铁也修通了 我觉得才是一个二线城市了 也不知道哪一天它可以把这个 地铁也修通了